我想啦 模特兒界誰的身材已經走樣了 我們先從輕微的開始 或者是說要開始保養了 臉的比如說鬆緊度啊 這類都可以納入那個 你真的很喜歡 身材還是不錯 他皮膚的爛爛 你一直用很專裝的方法 才問這麼恐怖的問題 就是可能 就是皮膚狀況已經 對 我這個 你有毛病嗎 你前面用皮膚狀況這麼收斂自己 後面用垮胎的樣子 我以為他要說沒有X 對啊 我以為最近有點過敏什麼之類 我講垮胎 垮胎 要怎麼接 就直接講個命 等一下 我要 我是不是要把我自己挖一個 等一下 花花 你是說你每一次看到他 你都在心裡想說好垮喔 好垮喔 是這樣嗎 就 又走散 講名詞 滑掉 走山 等一下 你是說臉還是說身體 你就敷吧 你說皮膚 就 整身 全身嗎 我只有看到臉 沒有道理啊 我們自己 那麼常看到模特兒 哪一個人走山了 沒有啊 上康熙的都還沒有耶 對 就是那些沒上過康熙的 對 是比你還 上過公司 你們公司都上過公司 對啊 比你資深嗎 妳講另外一間公司喔 對啊 比我... 比我資深 對 有結婚嗎 那應該是沒有吧 有傳過北文嗎 因為他腦袋有好幾個名單有沒有 在心中 垮台的有很多個 不知道是不是弄太多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所以是皮膚狀況又差 然後弄又弄失敗 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 就...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啊 重點是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請問... 請問如果是同公司的模特兒 這種時候會去 迂迴的跟她提醒妳說 妳要整理一下嗎 我覺得要看交情吧 如果你交情跟她夠好 交情夠也很難啟齒吧 這種話 不會啊 對 妳腫痠了喔 不會 像如果是 我的好姐妹她最近怎麼樣 我就會跟她講說 我覺得妳這樣不行啊 妳要不要去... 去整理一下 去整理一下 去進場微笑一下 還有什麼的